我们拉起封锁线 警销赶到现场 这里是以色列南部城市巴尔谢巴 当地时间六号 也就是以哈冲突 即将戒满一周年前夕 当地一处巴士站发生枪击 以色列警方表示 案发当时一名枪手朝巴士站开枪 造成一人死亡 至少十人受伤 枪手随后也遭击毙 案发地点是巴士站附近还有多家餐厅 平时人潮就不少 没想到发生枪击 时间点敏感 当局不排除是恐怖攻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